大家好 这里是纽约艺术生活 今天是10月9号的上午 8点钟 好,我今天带大家来看一下 湖边的这些动物 这里风景比较好 我就带大家来看看 很大的这个 这个应该是天鹅吧 在水里面游荡 自由自在 自由自在 带大家看看啊,那里景色 今天天气特别好 气温大概在20度左右 应该要穿滑雪山才能够在室外待着 有点秋天和冬天交界了 有点感觉有点凉了 要出门呢,要多穿点衣服了 已经 已经 开始有冬天的那种寒冷的那种感觉 带大家来看看,这风景不错 你看这个下面这个水草 这是在纽约一个近郊 好,一类开法拉圣 剩开车五分钟 大家看看这里 是 这个 这里挺好玩的 早上可以再来做做运动 我在这里发现一个 发现一个老物件 为什么说老物件呢 现在在这个大家手机普及的这样一个世界里面 在这里发现一个电话 这个电话呢 我刚来美国25年前来美国的时候 就靠这个电话 靠这样的一种 这一款的电话和中国大陆的家人联络 那个时候就是说买一个买一个电话卡 然后买了电话卡以后呢 它可以是拨号的把它拿起来 还可以用 我们听一下有没有声音 已经没有声音 挂在上面 它是这样 它有一个coder 放进去 放进去以后 就可以用那个电话打中国大陆 二十几年前来美国的时候 就靠这样的电话跟中国大陆联络 现在好了 现在方便了 现在不需要了 现在说实在 你看这里面的线路都已经损坏了 损坏了 现在手机微信视频 人类的科学进步之快 再过二十五年 可能还可以通过电话闻到对方的气味 可以感受到对方的温度 这是人类的进步 大家发现这样一个很好玩的一个电话 而且这个比较荒荒芜的这样一个环境当中一个电话 好 我们再去看看 这边小鸭子 好 这里是纽约艺术生活 纽约的早晨 就向大家介绍到这里 谢谢 拜拜